你要講一個謊 你要圓更多的謊 就造成我身心裡 我不得不講 非常不罪 好像單親 就是怎樣 就霸凌他對不對 對啊 會被欺負啊 真的必須要多體諒自己的太太 就是家用部分多給 然後多買一個 他們其實有些觀念 不會 我是錯別志 我是賴政凱 我是二寶爸 我們今天要來聊一點 比較嚴肅的議題 但其實可以輕鬆看待啦 就是關於這個單親的話題 那我們這次找來的是 漂亮媽媽Kitt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翹媽咪Kitty 自從當了爸爸之後 我就發現其實單親的狀況很常見 因為有一天我去打籃球 然後那個籃球場 假設有八個籃光 那有個小朋友就在那邊投 2號籃光投 我就跑去6號投 投一投之後 那個小孩就跑來跟我投 同一個籃光 我想說幹嘛不投別人 跟我投這樣 我想說他應該是想 跟我玩 然後我就跟他打球 小男孩這樣打完之後 我就順口問了一句 你爸爸媽媽咧 他就說 我爸爸媽媽離婚了 我是假日 他多大 什麼小學啊 三四年級而已吧 所以現在小學三四年級 都已經很清楚離婚這個東西 對 他就說我爸爸媽媽離婚了 我假日才來這裡 就是我住的地方 松山這裡 找媽媽 我平常是住在新店爸爸家 然後他爸是牙醫 是很多間牙醫診所 是那種牙醫 就很有錢 對 我就嚇到 我就說怎麼開了一個錯的話 對 後來過了一陣子 有一陣子是夏天 我帶我女兒去游泳池玩 然後玩一玩之後呢 突然間有個 留長頭髮的小男孩 跑來跟我說 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玩 然後我一開始第一反應就是 幹嘛 想靠近我女兒啊 沒有 是沒愛心 就跟人家玩笑什麼 我女兒是不能讓人家碰的 沒有 他想跟你玩 對他想跟我玩 他只想跟我玩 後來發現 他形象正常 正常啦 你不要因為留長頭髮 他就跑來說他想跟我玩 然後我就跟他在玩那個什麼蠻牛 就是抱著我那邊甩 對 玩完之後我就又問了一句說 欸 啊你爸爸媽媽咧 因為一個小男孩在擁舞池裡面 他就說我爸爸在那邊 那我媽媽跟我爸爸離婚 哇 我就 欸 我發現這兩件事情之後 我就覺得 我是再也不敢問小朋友 沒有你爸爸媽媽 我就說誰帶你來 那你想想想看以前 好像在班上有一個人說 欸 他只有爸爸只有媽媽 好像擔心 就是怎樣 就霸凌他對不對 對啊 會被欺負啊 我就是這樣啊 可是我覺得現在是變得說 好像說欸 你怎麼也有爸爸媽媽啊 好奇怪 我們都沒有 我們霸凌你 我跟你講 這樣子講起來觀眾不開心 但是有爸爸媽媽不行是不是 就是覺得說 擔心已經是很常見了 是 你本身就有這樣的故事 可以來分享一下嗎 因為我之前在香港嘛 然後就是因為 反送中跟疫情的關係 帶孩子回來念書 然後就跟先生去找禮桌 先生就是有慣性劈腿的習慣 然後後來就導致 就到現在這個樣子 就是跟先生離婚 可是目前就是我們的程旭海在走 因為我是跨國嘛 在香港 然後香港因為現在 疫情的關係 案件壓太多 所以他們不是太在意這種離婚 也不是不是 就是他把他壓到最下面 所以不是急迫線的 對 所以現在就是 香港那邊就法院是說 可能最快要起運 才可以證視 今年 可是我問過律師喔 他說 我可以交男朋友 然後可以生孩子 就是不能結婚而已喔 哈哈哈 就要幫我打 所有爸那個手 我馬上想到 你上一集的吳彥珠 對 對然後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就是獨自扶養小孩 那我的狀況比較特殊 是因為我女兒的爸爸 是完全對孩子不聞不問 這兩年多 沒有任何的電話 沒有任何的訊息 沒有視訊 完全不關心小孩 即使我女兒之前 因為梅江菌感染 差點肺炎住醫院 也不關心 他不會想女兒嗎 不會 這是我覺得 我覺得你在這時候 人性讓我其實蠻看透 就是這 就是對於他爸爸 可是我還是盡量 釋出我的友誼之手 因為我覺得 父母之間的感情 是我們的問題不是下一代 他一輩子是我女兒的爸爸 所以我還是 即使他爸爸到今天 都沒有跟他聯絡 我還是覺得說 希望有一天 他就是自己會想透 會跟小孩聯絡 想到之後 對所以我在教育小孩 這個過程是非常辛苦 一開始用三一種 可是你要講一個謊 你要圓更多的謊 會造成我身心裡 我不得不講 非常疲惫 像現在家裡都像 我們都會看到有那種 煙霧氣放 煙霧的 然後就會噴水的 然後我就騙我女兒說 那個是 CCTV是監視器爸爸看得見 就說爸爸都有在看 那當他慢慢長大之後發現 那個是煙霧噴霧器 不是CCTV的時候 他想到七歲還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大家一起 那他不會看 不要看這節目喔 不要看 那他後來慢慢長大 他應該會意識到說 不太對吧 有最近就是剛發生的事情 就是因為 他其實 我跟他爸爸還是會講到話的時候 他就會看到他爸爸的那個照片 WOPSET照片 是有跟一個女生 然後他就問我說他是誰 我就說 這是爸爸的偶像 你知道媽媽這時候都很機靈 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變成人 我就說是偶像 就像你會想跟偶像拍照一樣 巧虎 對他覺得合理 好然後一直到了 他會偷玩 小孩都你知道隔代教養 媽媽一定會給他手機 給他偷看手機 他看然後看到爸爸Facebook 有一天他在後面跟一個女生比這樣 然後他就問我媽 我媽想說 因為我都一直不想講這個事情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可是過程當中 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他要七歲 就現在七歲 是必須得知道 那我媽想說就先告訴他 我媽就講說 那是你爸爸的女朋友 然後可是 他當下他很成熟到 我覺得有點心疼 因為他就講說 可是他不是結婚了嗎 他跟我媽媽結婚 我媽媽是他老婆 有結婚的人 為什麼可以交女朋友 他居然知道這些 他居然知道 而且對於那時候他才六歲 六歲小孩知道這個 其實我也很壓抑 他怎麼會知道 然後他當下就是說 他這樣是錯的 然後我媽就盡量安撫他 到 因為那天我是不在 我回到家之後 我就問他說 你還好嗎 他就跟我講說 我不想你男的 他就說 你是很好的媽媽 我愛你而且你很漂亮 我想說我很漂亮 為什麼要突然講 我很漂亮 對 因為可能是 他就可能就是 不想要我輸 還是有感覺難過 他就站在你這邊 站在我這邊 然後其實從那一天起 然後我就 因為我寫在社群網站 網路上跟大家分享 這個事情 因為一方面我也是 我覺得啦 最重要是單親的媽媽 爸爸媽媽們 如果你遇到困難 你一定要適時的求助 對 沒錯 我就是在社群網站上 求助大家說我該怎麼辦 我抒發自己的情緒 不要把所有東西 都往肚子裡面吞 我們沒有人是這麼堅強 天生下來 就懂得怎麼樣 當單親的父母 所以我就求助了 就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現在網路 就是都可以買得到 有關什麼 單親的教育的書籍 童書 對 牧養的一些書籍 就買了 我就唸給我女兒聽 你講到這個我才想到 因為我之前去 我常帶我女兒去 成品書籍或是圖書館 看 讀那個書 我才發現 已經有在教你單親媽媽 或是離婚的這種童書 其實你是可以把他買來或租來 講給你小孩子 讓他比較能夠知道這個狀況 對 因為他的故事內容 都是講很正面 比如說爸爸媽媽會發生 婚姻不好會發生到的事情 那你會有什麼感覺 就會講得很清楚 可是我唸給我女兒聽的時候 他不能接受 他說我不要唸這本書 我不喜歡 因為他已經開始先排斥了 他排斥 因為我覺得他太成熟 他會知道這個 然後他就會去回想之前 因為他的童年的印象 他爸爸對他就是會打他跟罵他 所以他對他 把他掉到水裡面去了 對 所以他 他對他爸爸 就是會有一種感覺是沒有那麼親 所以他的感覺就是 我就覺得我很心疼這個孩子 你知道就後來我就變得到現在教育他 就是他剛過七歲生日 那我就希望給他一個快樂的童牛 就盛大取范 然後我就想說 而且我很任性 真的很任性 我跟所有的媽媽講說 當天爸爸不能來參加 因為我怕有爸爸來跟小孩的互動 他沒有爸爸 他看到了 他一定更難過 所以我很抱歉 爸爸不能參加 都是媽媽們來 媽媽很支持我 他們說 加油你辛苦了 好爸爸不參加 說實話 除了你以外 現在爸爸都是豬隊友 也不想參加好嗎 對不對 根本沒有爸爸願意參加啊 就覺得麻煩啊 對啊 然後 而且 好就好 當天來我女兒超開心的 對 然後我只有邀請我一個藝人的朋友男生 就是國賢哥 因為我女兒一直說他很帥很愛他 結果反而我女兒的同學都說 你爸爸是馬國賢 你老公是馬國賢 然後我女兒反而因為這樣子 同學跟他更好 真的謝謝國賢哥 對真的謝謝他 而且他當天去他帶小孩玩 哦 這是大玩偶的概念 對他非常的好 他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假爸爸 假爸爸 這個也是很 就是像所有的家長會 就是母姐會那種 然後或是原油會 對大家出去 對這個時候我們沒有爸爸 我們會很難過 錯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一定要跟他的單親媽媽想想 我們堅強起來 我們沒有爸爸 我們還有誰 我們有阿姨 我們有阿嬤 我們有阿公 對不對 家族 對 你就把所有的家人都帶去 讓他 然後你就跟小孩講說 沒有爸爸 他忙沒關係啊 可是我們有阿嬤 我們有阿姨 所以我媽跟我 跟我姐 從我女兒小時候 無論是去出國旅遊 他們都一日跟 所以我女兒就覺得說 爸爸沒來又怎麼樣 我們有阿嬤跟阿姨 而且玩得更開心 而且因為我覺得 就是女生的部分 像阿嬤跟阿姨 還有我 我們都會反而去幫忙 照顧其他小孩 所以別人的小孩 反而是羨慕的 因為爸爸都在那邊 滑手機 對不對 太了解了 對 所以你看 阿嬤練雞婆 擦嘴 然後阿姨就說 拍照可愛 小孩更加分 別人的媽媽也覺得 對了 我怎麼覺得 你這個節目錄啊 總統大家變擔心 沒有 我只是鼓勵 正常爸媽是一個錯誤的關係 不要 我鼓勵爸爸們 你如果真的重視這個家庭的話 拜託爸爸 多參與小孩的活動 多替老婆多分擔 因為老婆真的照顧小孩 我跟你講 天下 我跟你講媽媽都是一樣 都最辛苦是媽媽 一定的 因為小孩子 從小到大一定是年媽媽 對 可是爸爸真的必須要 多體諒自己的太太 就是家用部分多給 然後多買禮物以外 還要就是多照顧自己太太的心情 多幫忙分擔家裡的事情 跟你帶孩子真的很重要 520送大禮物 要520 就是 對啊 還有很多女朋友 就是我現在看到說 他們其實有些 觀念 不會 這個觀念裡面就是說 他們會有一種觀念是 我有媽媽 然後我假日的時候 是再去找爸爸 所以我有兩個家 他不是說單親家庭 就變成沒有家 是有兩個家 就是爸爸的家跟媽媽的家 這個我認同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這樣跟他孩子講 就是講說 你有爸爸家可以玩 有媽媽家可以住 就是爸爸媽媽都是愛你 而且你有兩個家以外 我跟你講 其實兩個家庭的方式不一樣 爸爸有時候 因為很少見兒子會很醜 媽媽買禮物 然後媽媽可能有時候很嚴格 可是媽媽最主要是陪伴者 他還是愛媽媽 所以反而你用這個方式跟他講說 你可以先把 就是不好的講給他聽說 你知道爸爸跟媽媽 就像我做童書 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會爭吵 爭吵的時候你喜歡嗎 他就說不喜歡 你就說那你希望爸爸媽媽都開心的嗎 小孩就說我希望 你就說那我們分開 你會不會比較快樂 他一定會說快樂 這個你這句話 是我一個朋友曾經跟我講過的 真的很重要 那那是他自己親身經歷告訴我的 他就是說 聊到他自己是單親 我不講誰 他就講到說 他說其實小孩 你不講誰他是名人嗎 是名人嗎 你不要這麼敏感 對 他就講到說 其實他小時候 很小時候他就知道 爸爸媽媽在一起一直吵架 他說就算他們沒有在他面前吵 他回到家放學回到家 看得出來他們吵過架 所以他就覺得 每天家裡那種氛圍是很糟的 反而是到他們爸媽離婚的時候 他才覺得有一種莫名鬆一口氣的感覺 很開心對不對 反而是開心 對他其實跟我講說 他其實小的時候 竟然會因為爸媽離婚鬆一口氣 然後他也不覺得說 他們現在離婚對他造成多大影響 因為他也是很單親嘛 對 那他現在混得風生水起 喔 名人 是不是名人我們先不去追究 我們先回到我們的主題喔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你從交往結婚到生了小孩 即便是同一個對象 你都不能保證說 他是一個好老公好男友 他會不會是一個好爸爸 所以發生了單親的話 請記得三件事 第一個 不要再苛刻自己 不要再去自我否定 先停止負面思考 你不要一直說 就是我很失敗 所以害了我小孩變單親 你先不要這麼想 第二個就是 你要顧好你現在的身心靈狀況 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更好的身體狀況 跟你健康的心靈 你才有辦法照顧好你的小孩對吧 第三個就是 如果真的太累了 記得把你手伸出來 去請別人幫忙 而現在這種特殊狀況的家庭呢 其實都有相關的資源 可以來support 只要符合下列的其中一項資格 且經濟條件符合的標準 就可以申請了 第一個是遺棄受虐 家暴 未婚懷孕三個月以上至分娩兩個月 獨自撫養18歲以下的子女 需要一方擁有小孩的監護權 配偶服刑一年以上 三個月內發生重大變故 跟最後一點是65歲以下配偶死亡 或失蹤6個月沒有找到 其實你要知道 單親不表示不幸福 在國外的研究有顯示 預期爸媽每一天在家裡爭吵 跟和平的分開之後 好好的共逐家庭 其實後者可以讓小孩更健全的長大 我是脆皮子 我是賴政凱 我是二寶爸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欸 終於等到補發6000元了 想好要怎麼花了嗎 去運動 吃大餐 還是買東西呢 嗯 介紹你一個花小錢又可以賺健康的PayPal 現在就是西北國民運送中心 把6000塊錢花下去 4月只要加一元超多運動優惠好康 5、6月登入發票 出iPhone 6月消費滿額送新北幣 6000入帳運動中賞 不要再猶豫了 運動最健康